高雄港务警察总队在昨天查气违规调客 游民调客拒捕跟警方爆发了拉扯 而警方鸣枪示警 真名调客竟然跳入港内 一直到晚间他体力耗尽才乖乖上岸 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次毒瓶粉末 真名调客就躲在港内 一路从下午一直躲躲到晚上 耗费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将他给逮捕 由于第六货归中心 全区都是禁止垂钓的 真名调客看到远景前来查气 就一转头直接跳海 直到体力不支之后 才由这个港警小艇给拉上岸 球岸将会朝毒品妨害公务等罪协 来加以侦办